唐僧念的紧箍咒究竟是什么?翻译成中文,只有六个字,换你也头疼。 想必大家对四大名著都不陌生,其中《西游记》更是陪伴了我们每一个暑假,孙悟空的72班本领更是让我们艳羡不已,谁曾经又没有一个英雄梦呢? 但是,尽管孙悟空本领如此高超,却依旧要听从唐僧的安排,一旦他做了什么坏事,唐僧便会念起紧箍咒,以此约束孙悟空,这时,孙悟空便会感到头痛欲裂。 而唐僧口中的紧箍咒究竟是什么?为何每次都会让孙悟空痛不欲生? 据悉,翻译成中文的紧箍咒只有短短六个字,就算换成,我们也会感到头疼,究竟是哪六个字?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众所周知,孙悟空又称时候,他的来历也透露着一种玄幻色彩,据说它是女娲补天遗留的一块零食, 经过上万年的风吹日晒,守天地精华而诞生的猴子,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菩提老祖收为弟子。 菩提老祖见他有慧根,便传授了他七十二般本领,学会本领后的孙悟空,以此捉弄同门师兄。 菩提老祖见他沉溺于表象之中,一怒之下,将他赶出师门。 离开师门的孙悟空,伤心了一段时间,便回到花果山,成为了山大王,并且称号为齐天大圣。 那时的孙悟空最为放肆,他大闹龙宫将宝物定海神针变为金箍棒,并且将天庭闹得天翻地覆,这也使众多神官对他赋匪心棒。 后来玉皇大帝联合如来佛祖,将孙悟空镇压在五行山下。 为何如来佛祖没将孙悟空伏法? 俗话说,我佛慈悲孙悟空是天地孕育而生,万物都有规律,不可盲目诛灭,只能将其感化。 后面,他被唐僧救出,一同前往西天取经。 在路途中,孙悟空因为控制不住自己脾气而伤人性命,为了能够更好地管教他,唐僧便求助观音娘娘,这便是锦箍咒的由来。 锦箍戴上后,孙悟空一旦犯错,唐僧便会面起咒语。 锦箍的真正作用是为了约束孙悟空并洗涤他内心的暴力,这也让大家好奇咒语究竟是什么。 其实,咒语只有六个字,amana barmiu,这六个字究竟有怎样的威力? 虽说,锦箍咒能够让孙悟空痛不欲生,但是,在孙悟空没有犯原则性错误的前提下,唐僧是不会压制他的天性。 在他看来,孙悟空的本性并不坏,只是有点不安事事。 唐僧对孙悟空的脾性也是尽可能的包容,在西天取经的路途中,师徒两人经历了重重磨难,最终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地步。 而在取得真经之时,孙悟空头上的锦箍已经消失不见,想必这个锦箍只是为了更好地感化孙悟空,而锦箍咒语的六字究竟有何含义? 其实,锦箍咒最早并不是一个制约妖魔鬼怪的手段,而是佛门内部的一种苦行咒语,是苦行僧们为了抑制自己的七情六欲而创立的。 最初的本意是,只要自己欲望攀升时,投顾上施加的佛法就会发作,用疼痛来警告僧人。 这也是锦箍咒最早的原形。 如来佛祖在镇压孙悟空的时候,就是使用了锦箍咒的变形,根据西游记的记载。 悟空虽然被镇压在五指山下,可是最初的时候还能勉强爬出来,直到如来佛祖拿出了一张帖子,贴在五指山上,悟空这才无法挣扎。 那张帖子的内容就是锦箍咒的咒语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六字真言按摩呢巴喵。 同样的,锦箍咒上的咒语也是这六字真言。 唐僧在驯服悟空十念的东西,就是这六个字,只不过唐僧一直在念,没有停歇过。 所以看起来这段咒语很长罢了,其实关键的还是这六字真言,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佛门哲理,有着强大的力量。 咒语本身就带有强制属性,让人生不起反抗的心思。 再加上佛门在念经时的特殊语调和气场两相加乘之下,悟空满地打滚的场景就可以想象出来了。 我们现实在面对唠叨和神神叨叨的语调时,也会有类似的反应,更何况悟空呢。 说完六字真言,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佛门要用锦箍咒束缚住悟空。 悟空也姓南训,曾经大闹天宫闯出了大乱子,可是悟空的实力很强,而且出身不凡,有很大的利用价值。 所以佛门为了让悟空皈依佛门,就采用了锦箍咒这种方式让他听话。 之后的西行取经之路也是对悟空性格上的磨练,设置了只能步行前进的要求后,又有九九八十一男等着师徒几人。 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磨练孙悟空的野性和考验唐三藏的决心,从而彻底地驯服孙悟空,让他成为佛门中人。 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苏悟空对待妖魔鬼怪的态度上看到。 悟空法力无边,在早年间神党杀神,佛党杀佛,无所顾忌,可是在取经途中,悟空的战斗力下降明显,只能动不动搬救兵颈援手,这也是悟空野性衰退的一种佐证。 随着唐三藏用锦箍咒的次数增多,佛门的六字真言慢慢影响到了悟空的性格和心境,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孙悟空变弱了,只是孙悟空开始慢慢地放弃了自己的野性,开始向理性转变,成为了文明人。 逐渐六根清静,搞清楚了这六字真言的来源,我们对锦箍咒的作用也就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了。 锦箍咒不仅是对悟空的约束,同时也是改变他性格的戾气,让他逐渐退去的野性和无所顾忌的形式作风,便得符合成年人的价值观,理性而又客观起来。 这六字真言,其实最初的时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,最初也是梵文,具体的代表,意思是指佛教的慈悲与智慧的结合。 咒语本身就有一种佛教对于那些不敬,不敬的邪恶势力的一种压制。 咒语本身的内涵十分难懂且丰富,几乎涵盖了佛教对于人类最高智慧的概括与希望众生慈悲的气息。 本身就是一个自有万君众的分量,传说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曾向如来学习过此咒。 这六个字一出口,便如同众生的言语与善行,全部压缩在几秒之内,硬生生从脑海中走过,孙悟空自然承受不住感觉头疼欲裂。 这是绑在孙悟空身上的枷锁,也是一句约束他的行为道德的枷锁。 网络上也有着很多关于紧箍咒与孙悟空的讨论,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, 孙悟空还会护送唐僧一路西行吗? 其实大概率还是会的,孙悟空也,但是人的本性并不怪。 更多的是一种土匪头子的气势,他不服管教,是因为天生地养,觉得这世间不配有人管他, 就算是福,孙悟空也只服那种在实力上碾压自己的人,而不是在唐僧这种空有一腔大碍,但是却手无腹肌之力的人。 马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财富,唐僧遇到如此多的磨难,依旧能够坚持自我, 对他来说,能够取得真经就是精神需求,而解决温饱便是他的物质财富, 那代表着所经受的考验,人生中有很多不同的选择, 有些选择则会把你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。 八,你都代表身处浑浊的人士,依旧能够出于你而不染。 而最后一个字,欧,则是六字咒语中最重要的, 只有在践行前五字的真理之下,才会明白欧的含义, 欧代表着一生中的成就,只有洗涤自己的思想, 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够达到佛学最高境界, 这六个字看似简单,但却包含了云云众生, 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人世间的磨难,痛苦。 如果能够参透六字真言,那么你已经达到超凡的地步, 在西天取经之前,孙悟空非常顽劣。 就连菩提老祖都没法改正他的脾性, 正是西天取经的经历让孙悟空接受了俗世洗礼, 从而成长蜕变,他在路途中也曾想过逃离, 但是在唐僧的影响下,他对事物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看似简单的六字真言,却处处透露着人生哲学。 如今,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之中, 但是按麻那巴米欧的含义却没有因此改变, 孙悟空就像叛逆时期的孩子, 而唐僧就是父母的角色, 每当我们走错路,做错事时都会受到父母的教育, 一次两次可能会好言相劝, 但是次数多了便会采取非常手段, 唐僧念紧箍咒的过程便是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, 父母是人生路上最好的导师, 当我们感到迷茫和困惑时他们总是挺身而出, 成长中遭受的磨难也是多种多样的, 就如同西天取经一般, 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突然的, 只有在长时间的熏陶之下才能发生改变, 在如今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之中, 许多孩子养成了各种不好的习惯, 这些行为就跟前妻的孙悟空没有任何区别, 老道可能还会使他越来越烦, 从而导致孩子叛逆心理的加重, 再加上所处环境的刺激, 很容易歧路亡羊, 阿玛娜巴米欧这六个字正对应了人生的魔力, 只有保持自我, 严于律己才能够得到成功, 这也是为何如今的孩子普遍早熟, 压力颇大的原因, 身处的大环境不同难免会被影响一二, 但是我们应当如西游记的唐僧一样, 坚持自我丰富精神世界。 就这样,